众所周知网剧《七零二》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 第二季延续原班人马 剧情也是延续第一季 彭玉昌饰演的莫名依然是主角 那么网剧《七零二》大结局是什么意思呢? 网剧《七零二》主要讲述了少年英雄莫名 为拯救失踪的父亲以及七皇七零 不断克服困难击退众多敌人的故事 剧中天公会九清两玉灵狮集团争斗看点十足 据悉 网剧《七零二》不仅延续第一部中精彩的打斗场面 第二季在情感方面更是发人身形 玉灵师和七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但是归根结底 他们追求的都是正义和平等 《七零》第二季中出现的新角色 以及反派人物和莫名斗智斗勇 特别是莫名与反派九清之间的对抗备受关注 第二季中终极大boss徐福终于露面 下面一起看看《七零二》大结局是什么意思? 《七零二》大结局是什么意思? 网剧《七零二》人物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剧中很多角色都是好坏难辩 幸好彭玉昌饰演的莫名智商一直在线 在与恶势力斗争中一直战上风 至于七零二大结局毫无悬念 正义永远可以战胜邪恶 《七零二》开篇莫名为了救自己的契约武器 严枪重离 不惜孤身犯贤 最后导致沾染血清患上副作用 更糟糕的是自己的发小白天落和自己敌对 母亲也成为敌人的人质 一切都成为死结 《七零二》最大的看点之一 是莫名的另一个黑化身份 在遇到极大刺激和打击的情况下 莫名会失去自治能力 在救母亲的时候不幸变身伤及无辜 不过幸好有朋友的帮助 《七零二》大结局剧情介绍中 莫名最后带领伙伴 打败邪恶势力 维护正义 并且传递正确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至于感情方面就很少提及了